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来到新思义站 夫妻俩别不好意思,常做这三件事情感情会越来越好 第一点就是接吻了 两个人在婚前都是非常喜欢接吻 其实从医学的一个角度来说 接吻可以让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运动 还可以心跳加速,促进血液循环 并且很快的消耗体内的热量 两个人在接吻的时候都会分泌一个唾液 能有效的防止触芽 还有产生一种抗体能够增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 因此结婚后也要经常的亲吻对方 不但可以增加甜味还有利益身心健康 其次呢,夫妻生活要适度了 俗话说的好,夫妻呢床头吵架 说的是夫妻生活 恰当合理的夫妻生活 不仅能够满足夫妻生理的一种需要 而且能够增进夫妻的感情 此外,夫妻生活对身体健康也有是有好处的 不但能够减轻了劳累 还能够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减少了新冠疾病的发生 第三点就是不要吝啬彼此的拥抱 抱着这样的一个皮肤亲密无间 不仅能够让夫妻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还能够让夫妻间产生强烈的共鸣 可以想象一个人一天辛苦工作回到家之后 如果他的伴侣能够给自己一个爱意的拥抱 那么这一天的疲劳就会过去了 感觉到家人的一个温暖 夫妻俩就别恋色相拥吧 就算已经结婚多年 这种形式也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哦